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建设总经理张启明还以为他是农业专家 结合台湾的高科技 结合台湾的优质农业 结合台湾的服务业 再加上我们的这种创意性的整合 然后两岸共同的华人文化 所以应该是会有相当的一个利益 在采访过程中张启明一直不希望多谈搜购案 因为他想要为泰社换上新的品牌形象 就是要送给买他建案的屋主 一个高科技的开心农场 这都是苗 你看每个苗 苗要看它的根 很漂亮 实体的开心农场 没有重金属和农药的问题 也不受天后的影响 更神奇的是 三十天之内就能收成 可以有自己的租工厂 可以有自己的社区的商场 然后每一户都会有自己的开心农场 这样进行自然就形成一个非常良性的薰糖 像是这一台就是植物工厂培养机 张启明要让屋主体验当城市农夫的乐趣 自己在家种菜甚至还能种到 你看的 你闻的 你吃的 这些方面都可以给你很大的帮助 包括你呼吸的 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机器 如果有些机器你可以种绿藻 那你睡觉的有点空气在都市内 它就可以用绿藻生出氧气出来当中 那很好的 让你整个室内的含氧率都提高 看准绿衣盎然是都市人所期待的 张启明要用绿色重新擦亮 菜色招牌 这是张总你说可以种到 对不对 我对你觉得很难想象 你现场带来接我们看对不对 是的 所以是用这样的机器种稻 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机器种出来的稻子 这个就是农卫会所去年九月 新研发出来的癌种稻 因为癌种稻它很短 所以它才能够种在LED的高度里面 因为这个高度大概顶多只有五六十公分高 癌种稻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全世界第一批 用LED种出来的癌种稻 我们就实验它 对然后真的种得出来 真的种得出来 对那你有去吃吃看它的米吗 我没有把它吃它的米 因为那个价值太低了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 我们是要增值它 所以这是台湾的优质农业 加上台湾的这个高科技的产业 那你一定要把它做成这样子包在一起 这样就变成像一个装饰品 对那它的这个价值就比这个吃的这个米价值很多 我觉得它的价值在于这是张种种的 这是你种的吧 对我找同人种的 所以其实这样真的很可爱 对你刚刚说这样种一把你如果真的要卖米 你看这上头倒税才几颗 没有价值几块钱对 但是你看它弄成一个装饰品 欸 maybe你可以像卖花 一样卖它 是对 所以这就是你所谓的 可以作为室内的这个装饰材料 对很可爱 对马上偷拿一个 不过张总其实你刚刚谈到了一点点那个概念 非常特别 就是我们怎么样把绿色的产业跟你的建筑的本业来做结合 我们看到了像张总刚刚提到了一点 那么像现在有很多的建筑的同业 你看这么多的竞争者 我要卖房子 然后台湾就感觉说空屋率很高 那你怎么样把你东西推销出去 有的建商他可能会用压低成本的方式 有的可能我要卖贵一点 我越来越奢华 我越来盖得越大气 很气派 但是这当中你会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 所以你用这样的东西填满那一点人的部分 当然这个方面是一个加值的功能 就是说我们过去建商都是做硬体 我们花钢盐 最好的这个储位设备 然后环控的这种装置 这些都是应该还是要有必要的 当然我们后来我们就在水质的方面要改善它 如何能够分子化的这种饮水 各样情形 健康的 然后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个绿色引进去 引进去的时候到你的家庭里有了 那你有家庭有了 一定要有社区 那你有社区当中 比如说今天我是消费者 然后张总我跟你买一个房子 那你首先你会送我一台这个机器 是的 然后教我怎么样种菜 对的 好那我这种种 种出兴趣来了之后 你说我的社区里头 我社区里面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店 那我会有人来服务教导你如何的种菜 然后提供你苗 提供你这个养育 然后呢另外一方面的话 社区里面也会有一个 像我们这个Fresh One的一个超市吗 我们有一个超商 小型超商 如果你房子很多 两千户像中国大陆 两三千户以上 我就给它设一个比较大型的超市 是完全按照它的量体所需求的 我给它配备 但反正在社区里头 会有一个服务站的一个感觉 然后我可以用我的超市系统 供应这些的材料 甚至于一些的老师啊 就厨师到这边来帮忙服务你 对 那这样进行 它就慢慢变成一个 绿色的循环产业 对 那有了这样一个概念之后呢 它就跟房地产业逐渐结合在一起 公共设施不一定是需要拿来 全部是做游泳池啊 做这个健身房 它来讲它 它应该要有像厨房啊 像将来的话 有一种云端的诊所啦 配备是这样的情形 这整个全部连结在一起 以绿色为主的 以健康为导向的 那你有这个概念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这一个概念 卖到整个中国大陆去 大陆的房子一盖 都是盖两千户三千户 对它们而言 它们必须 它们楼下 它们都必须要配备相当的商业设施 可是它的商业是怎么能够做起来 怎么样能够活络起来 它很乐意给你免租期啊 优惠的啊 甚至非常便宜的给你这些商场啊 那最重要的事情 你要提供它一些的服务配套给它 你就拿这东西去给它 但是呢 你需要从房产的利益把它回收回来 对 其实这样子感觉不是在跟你买房子 只是在跟你买一种生活方式 是 也买一种服务 买一种服务 对 然后买一种创意的model 这个绿色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 因为以前我们看到买个房子 就买个房子嘛 那顶多漏水 你来帮我补一补嘛 就这样 但现在完全不同的感觉 那会觉得说 那未来的泰社 这个跟泰社买房子 感觉买到这样的生活方式 而且这当中有好多新的一个创意在里头 是 所以我们每一次 我们每多卖一次的这个房子 我们其实我们的创意 我们的技术就在更深一层 对 那我们都留下我们所有的这个履历 如何让 我称它为绿色进行室 我们从跟二十八合作的 就是这个一个 这个等于是农学市集 那开了一个太平洋的鲜活的超商 然后Soul Fresh 然后再开一个这个超市 现在我们开Fresh One 那将来的话我们就会让它变成 绿色的这个shopping center shopping center或百货 将来你进入百货公司 不是看这个小奈啊 或者是看这个clinic啊 不是看这个你很可能进去一个百货公司 里面一个很漂亮的花园 然后每一个季都会有不同的花在里面 像你现在进入我们Fresh One的超市 你会看到我们那个里面底下鱼菜共生 然后上面有很大的切子 鱼菜共生 对 下面是鱼啊 上面是菜啊 还有花朵啊 我们来种那个 我们也种百香果 是 你可以种水果啊 可以种水果 你现场看 我们做那个有机的戒指都可以种的 那你你你长出来的水果可以买吗 可以 所以我可以说我要买水果 不是那个在这个桌上挑 我是树上栽瓦这一棵 对对对 好炫哦 未来的日子一定会是这样情形 你可以想想像这个流行 不但是只是这些的 呃这些饰品啊 化妆品 将来的流行就是恢复 生活也是一种流行 是 对这样感觉真的是太棒了 而且会觉得说 这个建设东西要怎么样跟人家区隔 这就是一个蔚来泰社的特色 对因为这样情形 你就会进入到商业房产的里面 是 那我们过去做过百货 所以我们了解商业房产的价值在哪里 比如说这样在全中国最有钱的人 他就是王健林啊 他是这个这个人是万达 万达广场的这个这个主席嘛 那他为什么 因为当你这个商业活动进行好了 那么自然而然 这个整个房地产就自然增值 对 你要先培养会生金蛋的鸡 它才会成为金鸡啊 金的母鸡 那比如说超市 它就是一个 我们现在讲这些 它就是一个会生金蛋的一个母鸡 那你要 你要很注重它的品质 对 你不让品质它控制住它 然后人们喜欢它的时候 自然这个产业就发展起来 那所以你能够透过房地产 把这些绿色的进行式 包括小农啊 包括超商啊 包括超市啊 小平生子啊 整个社区一起 就把它整个可以收割 像我们在盛宴 我们在就是新龙路里边 我们所盖的这个房子 我们从三十几万回来卖到五十几万 我们根本就没有做什么广告 人们大概就是 有有我遇到好几个人 他们一个亲戚啊 一个家族就买十户 大家要当邻居 大家要当邻居 对 因为喜欢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对 对 喜欢这个建商这样服务 这些住户的一个方式 对 所以其实这才是一个 怎么样走出自己新的路的一个方式 对不对 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模式到大陆去 你会不会很担心 很快被人家复制 这个大陆人很黑心的 所以第一点啊 我们常常讲大陆是这个 这个就是毒的土啊 毒的食物啦 毒的水啦 当然是 毒的人 心嘛 对不对 毒的人心 可是有一件事情 这个市场需求就很大 对不对 那你怎么做法当中呢 就是刚刚讲 比如说农业 台湾的优质农业 不太容易这么快跟上来 对 所以你要把它跨业 你要把农业跟科技业 然后跟台湾的这个服务业 然后跟这个房地产业 跟台湾的创意 结合在一起 那当你把这么很多的产业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那你就不太容易跟上来了 这一方面来讲 可是不会他们买你一台机器回去 然后拆解了之后 他就做出一台一模一样的 可以啊 那他如果做得好啊 卖得便宜啊 我卖他的机器 因为我不是靠这个赚钱啊 是 我做的是一个lifestyle 那我们怎么样进军大陆 我们是找当地的建商做合作吗 还是我们提供他顾问还是咨询 我们其实我们已经在大陆 比如说我们在世博 已经开了一个展示店 对 很多建商就来跟我们谈 是 那也有很多的这个shopping center 来跟我们考虑合作 要如何的做超商超市 但是呢 也有很多的城市 像比如说合飞城市啊 他们就会给你一块地 指定你要做成绿色的项目 那用这方面当中 大陆是绿色政策导向的 如果你用这个政策 盖出来一个绿色星辰 他就会给你特别的便宜的土地 让你可以 那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收割嘛 你可以进入到一个丰收期 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产业从底 一直到上面都建个完成 对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 这会是未来泰社的方向 而且现在走得很前面 走得很快 让希望后进者 不要这么快跟上 对不对 那不过呢 其实我们回顾过去的泰社 其实走过很多风风雨雨 这个张总不晓 愿不愿意谈一点点 我们看到了泰社 从最全盛 应该可以讲全盛时期吗 负债有两百多亿 现在还掉九成了 现在泰社 不管是财务也变得很健全 然后你看又有新的一个 让大家觉得短时之间可能没有这么多有办法跟得上的 未来的泰社 我看过张总讲过一句话 就是每年都要稳定的推案 然后要让股东赚钱 一定的 我想我们其实我们已经做了未来几年的 包括财务的预支 还有推案的计划 我们一定是深耕在这个台湾 然后我房地产业的主业 会稳定的成长 可是透过这所有的绿色的产业 我们会带进包括商业房产的利益 慢慢的会把它 就是扩大它的这个产业利基 然后带进一种绿色的生活 那其实如果有其他的建商愿意跟我合作 我们也很乐意把这些技术 这个配套给他们 因为你不要怕人家学习你 你要不断的这个upgrade 晋升 这样进行的话 所以透过这方面当中 把这个整个饼做大 中国大陆这个市场是很大的 他们很需要这一部分 你要对台湾有信心 台湾的农业 台湾的高科技业 台湾的服务业 台湾的创意 像我们最近我们找了这个文创的这种工厂 把台湾的观光工厂 带到中国大陆去一起配合 商场很多商场空在那边 台湾有很多观光工厂 那我们把这个台湾很多观光工厂浓缩起来 一起到大陆去 然后我们这个包括 这个这个如何做这个巧克力 如何这个比如说蜂蜜馆 蜜蜂馆 比如说我们帮他们做一个蚕丝馆 无锡 这样你把它整个整合在一起 那这个商业房地产就活络起来了 那当然你这样情况里面 你就可以选择你合作的对象 你必须要从那边有另外的利益回馈回来 这才可惜 对所以其实态势过去 我们看到在财务危机的那段时间收掉了很多这个事业 那现在发展起来的另一部分 那张总可以这样说 我们以后是要以本业为主 然后用本业再去创造很多 你所谓的加值 附加价值出来 对不对 对对 让你刚刚讲商用房地产的部分 还有这个未来的绿色造证的部分 是在大陆的中心 对我要解释 很多时候我们过去多角化 这些产业不见得都互相有关联 现在我们让这个数量多角化 都回归到本业的房地产当中 比如说做超商 做超市 他一定跟房产有关系 房租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那你如果有一个绿色的产业 你到中国大陆去 在许多的房产商的里面 他们很头痛 他们要怎么招商 对 他就会给你好的利基 邮会给你 那你就可以整合在一起 那你把这些品牌整合起来 不是只有自己 你还可以带台湾很多的品牌一起去 台湾现在有很多绿色的品牌 对 很多绿色的这个餐厅 很好的有机的这个商店 一起的大家 去这个大陆 这个整个的来讲 这个打架要打群架才会打得赢 对不对 那你不要靠自己 你要利益要懂得分享给别人 那如果你能这样做当中 那当然这就可行 对 所以其实我们看未来的胎色 一定是越走步伐越稳 因为呢 把这个重心核心抓住了之后 就感觉好像就是人家有一句话说 是心头抓好 就是不怕什么 手要做红胎 所以我们就是把核心抓住了 然后周间的这个周边的附加价值 就会越来越效应 越来越扩散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张总 那么看到了 在未来的泰社 给他的一个新的方向 要把这个招牌给擦亮 好 那么要再休息一下 稍微来我们来聊一聊的 是很不一样的张总 张总除了当总经理 来这个掌舵一个 这么大的泰社集团之外 他还有一个牧师的身份 这也很特别 这怎么样呢 可以在宗教信仰当中 那么让他的这个人生 也越走越稳 我们休息一下忙回来